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这个人虽然妻妾成群,多子多孙 却又看上了别人的妻子 与有夫之妇鬼混,然后呢导致其怀孕 为了不让这个事情败露 竟然算计谋杀了这个妇人的丈夫 这算是实实在在的恶人吧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 竟然是圣经中上帝最爱的一个人 也是现在以色列人最敬仰的一个人 同时也是基督徒非常尊重的一个人 在伊斯兰教中更是一位带着真主光环的伟大先知 它是扑克牌中的黑头K 它的标志被印在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 同样是这个logo 甚至呢成为了犹太教的象征 在圣经中 它的名字被提及接近一千次 仅似于耶和华和耶稣 显然是人类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他是一代建功立业的君王 他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斗士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音乐家 在刚刚过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国葬中 开场便是演唱他写下的诗歌 我要向高山举目 而整个国葬中演唱的全部诗歌中 至少有一半都是源自他的作品 他就是著名的耶稀的儿子大卫 史称大卫王 在多数人的眼中 大卫呢是一代伟大的君王 他也是最爱上帝的一个人 同时也是上帝最爱的一个人 当人们提起大卫的时候 总是充满着赞美和敬仰 对于他犯下的罪行 不仅上帝没有过于计较 这个世间的人们似乎也不那么计较 可是杀夫夺妻 毕竟是杀人和奸淫两项重罪 为什么大卫能够被原谅 天子犯法不是要与庶民同罪吗 难道因为他是国王就有特权吗 上帝的公义公平公正还值得相信吗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大卫的罪 说起大卫呢 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就算是对基督教或者圣经一无所知的人 也知道这幅作品 也认得这个人呢 就是大卫 关于这个雕塑呢 其实也没有太多可说的 只能说这个大卫的形象和大卫本人 基本上呢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因为大卫是犹太人 应该是典型的中东人的相貌 而这一尊大卫呢 更像是一个希腊人 完全是欧洲人的样子 显然呢 这是意大利人开的一个脑洞 不过还是有一处细节 要跟大家说一说 曾几何时 大家看到这个裸体的大卫的时候 不免会认为 大卫左手拿着的是一块浴巾 感觉呢 刚刚洗完澡的样子 其实大卫右手拿着一块石头 大卫的左手呢 拿的是激咸 激咸是一种自制的投石器 而大卫拿着激咸的造型 主要取材于圣经中 大卫对战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据萨摩尔街上的记载 当时呢 以色列人与菲利士人交战 以色列人领兵出征的是身材高大的扫罗 当时的以色列国王 圣经上记载 扫罗比一般人呢 要高出一个头 所以身高应该在一米八到一米九左右 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高大的人了 不过对面的菲利士人 有一位更为高大的勇士 就是巨人哥利亚 由于不同时期的圣经记载有所出入 最高的记载说这个人呢 身高三米 最矮的记载也有两米多 人类历史上记载最高的人 身高呢是两米七二 不过古埃及一些文献的的确记载 公元一千多年前的时候 迦南地区的确有一些身高可怕的巨人战士 平均身高达到了两米四左右 而哥利亚也不是圣经中唯一出现的巨人 在《民数记》和《撒末尔记》下中 也有其他的巨人的记载 不管怎么说吧 哥利亚是一个人见人怕的巨人战士 两军各自在山头安营扎寨 中间是一片平坦的山谷 哥利亚穿着一百多斤重的铠甲前来马阵 要求呢 以色列人中出来一个跟他单挑 战死的一方全体人员都要跪地投降 要知道当时的扫罗王已经有一点中度的抑郁了 白天时而惊深恍惚 晚上经常整夜难眠 怎么办呢 扫罗王的仆人就说 这个事只能这么办 找一个会弹琴的人 您晚上就睡着 他就在您旁边弹着曲儿 这样呢 您就能睡好了 于是有人推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 耶稀的儿子大卫 当时大卫还是一个少年 他们家中呢 一共兄弟八个 大卫是最小的 三个年长的哥哥都在扫罗的军队里服役 大卫当时在家中负责放羊 所以推测大卫当时的年纪可能就是在16岁到19岁之间 少年的大卫不仅能说会道 而且一表人才 最重要的是谭德一首好琴 所以颇为受到扫罗的喜爱 就经常把大卫呢 留到身边伺候自己 扯远了 还得说回两军阵前的事情 巨人哥利亚每天早晚各骂阵一次 而以色列人这边呢 迟迟没人敢应战 为什么 害怕打不过呀 从将军到士兵 没人敢应战 扫罗也不敢呢 在大家都为这个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 年轻的大卫刚好从家里呢 返回军营 一方面呢 给自己几个哥哥送点吃的 看看几个哥哥是不是平安 另外呢 还给他们的直属领导呢 送礼 说实话 大卫这一家人呢 非常会做人 大卫来到军营驻扎的地方 给自己几个哥哥就问安 刚好呢 赶上对面的哥利亚 就在那骂阵的 大卫就好奇啊 对面这么一大个子 真够吓人的 可是自己这边的人 都是一副恐惧的表情 更夸张的是 对面这个人呢 已经骂了四十天了 以色列人 还是无人敢出来应战 大卫就听见旁边的人呢 就嘀咕 咱们的大王已经说了 如果谁能出去 把这个大个儿给杀了 必赏黄金万两 而且今后他们家呀 可以不交税 不服兵役了 不仅如此 还能迎娶王的公主 当驸马爷 大卫在旁边听见了 马上就追问 如果把那人给杀了 会走到什么 您再说一遍 这个时候呢 大卫的哥哥 听见了就骂他 别跟这儿起哄了 好好放你的羊吧 还动什么歪心思呢 大卫呢 也没搭理他哥的话 就转身呢 又去问别人 刚才你们说的 可都是真的吗 这一来二去啊 话就传到了扫罗的耳朵里 扫罗就把大卫叫过来 大卫就直接说 杀哥利亚这事啊 我能干 扫罗联邦说 你呀还是个孩子 哪里能打过人家呢 算了吧 大卫却说 我从小就放羊 有时候啊 狮子啊 熊啊 就过来吃羊 我就跟他们干 我呢 我呢 不但杀死过狮子 熊也照杀不悟 因为我有上帝保佑 对面那个人 再厉害 也就跟狮子 熊 差不多吧 我觉得 自己能行 扫罗说 好吧 祝你成功 说吧 就把自己的铠甲 给大卫穿上 配刀 给大卫胯上 大卫一个放羊的孩子出身 哪穿过这样的东西啊 说 不行 这样呢 我根本都没法动了 我就穿自己的粗布衣服就得了 于是 拿着自己呢 放羊的棍子 河边啊 捡了五块光滑的鹅卵石 带着他自制的鸡弦 走上了战场 当大卫从众人中走出来 对面的哥利亚就笑了 怎么还来一孩子 你准备拿那根打果棒打我吗 你过来啊 我非把你打下八块 年轻的大卫非常的镇定 说道 你呀 是依靠刀剑取人性命 我呢 是靠上帝消灭你 今天我的上帝啊 不仅要你死 你身后的这些人呢 都得死 哥利亚一听 这孩子口气还不小 就迎面走过来了 大卫呢 也一点没含糊 也冲过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伸手取出之前在河边捡的鹅卵石 套在鸡弦上 一个不留神就甩出去了 说时时那时快呀 正正哥利亚的眉心 哥利亚一个狗狮屎就倒下了 说到这儿呢 有人说了 甩出一块石头就把人打倒了 这故事靠谱吗 这里呢 不仅要提一下 经过现代人们的研究发现 这种机弦呢 甩出去的石头 特别是光滑的鹅卵石 不仅出速高 而且空气阻力小 近距离的 比弓箭的威力更大 如果是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选手投掷 石头的最高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 也就是说呢 如果大卫甩出去的这块石头 如果有一斤重的话 其威力相当于9毫米口径的 左轮手枪子弹 大卫从小就擅长使用机弦 机弦在近距离的杀伤力 足以将成人或者大型动物击倒 而机弦的唯一缺点就是命中的精度较差 如果呢 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动物 那么打到哪里都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对于身穿铠甲的哥利亚 大卫能够准确的命中保护最薄弱的前额 一方面呢 与大卫多年的训练有关 另一方面呢 就是大卫有上帝同在的加持 总之呢 大卫就这么轻松的把哥利亚打败了 并且上前一步拿起哥利亚的刀 砍下了哥利亚的头颅 从此大卫是一战成名 年轻的大卫不仅骁勇善战 而且还会琴棋书画 文武双全 而且一表人才 这个人简直没法形容了 想起曾经红尽一时的电视剧 铁齿铜牙纪小兰 大卫呢 同时拥有着乾隆的高瞻原主 拥有着和珅的八面玲珑 拥有着季晓兰的满腹精伦 这些还不够啊 人家大卫还同时拥有着杜小月的艺术细胞 这样的人真是让男人羡慕 让女人爱慕 可是偏偏呢 让扫罗王有点嫉妒 大卫从一个放羊的孩子 很快成长为领军大战的将军 随着大卫的战功越来越大 扫罗王已经感觉到了 功高盖主的危险 而民间流传的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更是让扫罗王心生不悦 于是扫罗王降低了大卫的军衔 而且把大卫派到最危险的战场 希望大卫战死沙场 从而不再对自己有威胁 大卫明知道这是扫罗王的 借刀杀人之法 不过大卫一直有上帝的同在 不管到哪里 都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大卫深深的知道 这借刀杀人之法的残忍 许多年以后 大卫用同样的手段 杀死了曾经与自己出生入死 而且对自己无比忠诚的一个兄弟 也犯下了自己悔恨一生的罪行 一个经历无数苦难的人 一个曾经心地善良的人 一个看尽了世间风风雨雨的人 一个无数死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 为什么会做出夺人妻子 杀其丈夫这等恶毒的事情呢 难道他本就是一个邪恶的人 还是有什么他无法抗拒的诱惑 即便犯下如此重罪 他依然是上帝最爱的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的苦难 他的人生 他的爱恨情仇 他的弥天打罪 原来如此 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我继续为他们再给他的第一眼 我要做出发生的대�rol